新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 连机器人拳击比赛都给整出来了 通过人为的遥控控制两个机器人打拳 踢上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呢 好 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比赛现场 首先有请第一位选手登场 这个造型很别致啊 为什么手要设计成两个夹子呢 还搞了一个红鼻子 不知道模仿了谁 红鼻子选手蹦打了一会儿 然后慢悠悠地走上了一台边上 工作人员帮他把绳子边上压低 他是要跳上去吗 什么 他竟然一个跟头翻了进去 你看机器人翻更多动作 我要笑死了 这个设计人员确实牛逼的 瞧这个动作 是不是有点像中国功夫 接下来第二位选手登场 有 他到时候很炫酷 他脚上装了一个轮子 他直接滑了下来 他给轮子上搞了个跑马灯 不成鬼火少年了 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会翻跟头 还得人抱进场 大白选手先是炫耀了一下自己的肌肉 然后来了一个360度旋转装兵 好 双方选手已经入场 有请裁判蜻蜓队长 为什么叫他蜻蜓队长 因为我认识到机器人裁判 就只有蜻蜓队长 随着蜻蜓队长一声令下 两位选手拳击比赛正式开始 大白选手速度非常快 来到红鼻子选手跟前 手臂往后一扬 哎哟 红鼻子选手直接倒地 漂亮 豪魂的一技反身拳法 红鼻子选手迅速起身 大白选手又借助速度优势 直接遮到了敌后 对准红鼻子选手腰部就是一拳 红鼻子选手再次倒地 大白选手牛啊 此时红鼻子选手也是发动了进攻 瞧这个架势是想爆摔 不过并没有爆到大白 不过红鼻子选手没有放弃 反手就爆了个空气 大白选手已经找到了红鼻子的弱点 在他再次使出爆摔的时候 大白一技直拳 红鼻子选手又倒了 刚开始大白就三四击倒对手 此时两人互相出拳 这动作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 大白使出了一技扫藏腿 漂亮 姿势满分 创意满分 攻击性零 扫他腿没中 大白又想使一个爆摔 哎呀没爆到 反而用力过猛把自己给晃倒了 不过大白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一个小嘴部就来到红鼻子跟前 这下子成功抱住了红鼻子选手的腿 漂亮 红鼻子选手直接被爆摔在地 这个动作我给100分 设计是太牛了 实战还原100%呀 红鼻子选手好像是被摔得有点懵了 挣扎起来之后意识还站不稳往后倒 机器人打拳你见过吗 技术人员操控机器人打架 太真实了 大白机器人来到了红鼻子机器人面前 想来上一技爆摔 结果只抱到了红鼻子选手的夹子 还被对方快速地逃脱了出去 大白又使出了左勾拳 一勾没中 第二勾拳成功敏中 红鼻子选手再次被勾拳打中倒地 红鼻子选手慢悠悠地起身 大白选手到红鼻子选手跟前 又是一技反身拳法 红鼻子选手一个亮枪差点又倒了 不过大白特别聪明 他又趁机来到侧方 成功抱住了红鼻子选手大腿 然后一用力 哎呀手麻了 大白手滑松开了 因为自己的惯性摔倒了 不过红鼻子也倒地了 大白一个跟头就翻过身来 红鼻子咋回事呢 怎么这么久还没有起身呢 不会是起不来了 哎呦起身失败 红鼻子选手的脚在地上拼命地挣扎 哎就是起不来 最后双手往后免撑 撑到一半又倒下去了 红鼻子选手不会就这样被KO了吧 哎呀你可终于起来了 反被红鼻子夹子给夹住了 红鼻子伸出腿想直接半倒大白 终于红鼻子扳回一局 哎咋回事 为什么大白摔倒的时候 工作人员用手扶他呢 大白是关系后吗 哎呦红鼻子高兴的来了一个劈叉 随后大白又快步来到红鼻子身后 伸手想要抱红鼻子大腿 结果双双倒地 大白的起身速度确实没得出 瞬间就翻身了过来 之后大白又抱住了红鼻子 又想抱摔 红鼻子顽固抵抗 漂亮 红鼻子再次被抱摔在地 大白威武 红鼻子刚起身 大白又迅速地跑了过去 两人再次双双倒地 此时蜻蜓队长敲响了 第一局比赛结束的终身 现在来到第二局 红鼻子选手打架打不过 调劲动作倒是非常精通 这一手仰天大笑 算是学到了精髓 蜻蜓队长手一挥比赛开始 这两位操控的技术人员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两人都各打各的 挨都不挨一下 还是大白率先出击 抱住了红鼻子的脚 不过并没有抱纹 红鼻子脚一抬 大白直接倒地 大白并不轻雷 频繁出拳 痴疑了一会儿之后 大白突然又抱住红鼻子的脚 一个翻身把红鼻子摔倒在地 大白是摔跤高手啊 抱摔练得炉火纯青 机器人打拳比赛你见过吗 还颜度超高非常有趣 大白选手突然一个下蹲 然后快速回旋到红鼻子脚下 结果被红鼻子夹子挡住 没有抱住脚 大白又迅速起身 还是同样的招数 踩着小嘴步 直接抱住红鼻子的脚 漂亮 大白直接把红鼻子给抱了起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红鼻子被摔得有点懵 乱出拳 然后一个劲地逃跑 大白迅速跟上 又抱住红鼻子的腰 又是一气爆摔 大白拽住红鼻子的手 想把他摔倒在地 红鼻子起不来了吗 挣扎了好几次 红鼻子才起来 之后两个人互相使出了爆摔 结果是两败俱伤 摔了个人仰麻烦 头在地上立了起来 红鼻子此时还要耍帅 翻了一个跟头 一个不过瘾 又翻了一个 大白鸟都不鸟叹 一记头登腿 虽然没有命中 但是没有那么多 华里胡适二娃 此时红鼻子想要加大白 但是大白直接抱住 红鼻子的手臂 然后两人又倒在了地上 大白起身之后 又抓住红鼻子的脚 红鼻子直接360度旋转摔倒 大白的很有技巧啊 此时倾听队长来了 比赛时间到 两人中逐了比赛 站在台上准备 等裁判的结果 很显然 大白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红鼻子还忍不住 向大白鞠躬 大白开心的 在台上跳起了舞来 工作人员 为大白戴上了紧腰带 机器人拳击冠军诞生了 大白的机器人拳击技 可是个名人 上次跟一个小金人 在对战中 把小金人摁在地上摩擦 瞧瞧这个金站的拳法 瞧瞧这个爆摔的身法 看见没 直接把小金人的铁皮 给摔下来了 看了上面的比赛 大家肯定对他的爆摔 很有印象 再来看看这个 完全是吊打小金人啊 打的小金人是跪地求饶 对战小红人的时候 大白也是大显神威 一拳直接干倒小红人 设计大白的技术人员 真是牛逼 妥妥的就是一个战斗机器人 说不定跟电视里演的那样 植入了会打拳的芯片 不得不说 这些人脑洞真是太大了 机器人打架 也亏他们想得出来 而且大家看这些动作 爆摔呀 犯跟斗呀 扫藏腿呀 能用一个机器人 做出这么多灵活的动作 而且相似度还非常的高 不得不佩服 现在的科技太牛了